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陀将许斜传起 百千亿劫难遭 我是传法人何月欢,来自槟城 今天要为大家说 解惑二,家庭与人际关系边 谁人心中不曾有祸呢? 那有了祸,要如何解惑? 我们都活在关系里 人际关系的好坏,决定一个人的健康程度 这年法师的解惑二,如同送给我们一把 打开智慧门的锁石 或由心生,放下我职 就不会把家人当仇人了 上人被治双运 师父告诉我们 人与人之间,要彼此互爱 带人处事,要图瓷剂面霜 因为,微笑是最祥和的语言 即多喝瓷剂四神汤 知足,感恩,善解,包容 自然就会与人结好缘 别总是把心放在我这一边 把心量放大 以宽容的心看待事情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人往往,我职而苦 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以菩萨的智慧带人 看了这本书,能认清自己 消除心境障碍 只要一念心转 家庭矛盾都可以处理好 它可以打开您的心结 解除您的疑惑 一切就会人缘,世缘,离缘 请大家慷慨 与人分享这本好书 它能让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 能自度度它 何乐而不为呢? 感恩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